这个名称的话,各位还可以再参考一下我们那个讲义里面 实际上就是Collection集合,集合是一个集合界面 那界面的话呢,我们就实作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的部分的话,有Collection跟Map两个界面 那有关Collection,Collection部分的话呢 它拥有Set跟List两个值界面 不是有时候,可能同学这个名称稍微还是要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因为这有时候在实作上面 就是大概知道了,将来你在用了习惯之后,你可能这些名称都会忘记了 反正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那Collection里面有个纸界面是Set 所以我们HotSet实际上就是 等于是实作这个Set的界面 实作这个界面 那等一下还会讲到一个List 一个ArrayList 是实作这个List的界面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在这边 HotSet HotSet是实作什么?Set的界面 然后呢,继承 其实应该叫做实作 实作Collection的界面 然后呢,使用什么杂错表 这个所谓杂错表 杂错是一个演算法 一个演算,那至于怎么做 反正最后我们知道说他有帮我们怎么样呢 做新增 做移除 还有做什么 做查询 那至于他怎么演算的 就是他里面的 演算法 那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他怎么演算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是用杂错的方式去 去帮我们演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那另外还有一个下面翻例是ArrayList 它是实作List的界面 一个是实作Set的界面 一个是实作Set的界面 那基本上Set的界面跟List的界面 都是Collection界面底下的纸界 就是纸界面 那它的作用基本上怎样 就是处理大量资料的时候其实就非常方便 那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 他可以 做哪些 他这个演算法 就是 杂错表的 这个演算法 是改进什么 新增 这边就是改进 以往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是相当麻烦 那你用政内来做 可是基本上不太容易 删除 还有存取 物件的元素 的执行效率 OK 那 等等的 那当然 也不保证 拥有固定的 排列顺序 所以这个地方我如果要怎么样 要让它排序的话 恐怕在这个 这个类别本身 就会有一个局限 那我怎么做排序 我想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你这个不行 那你可以用别的方法 那上述的这个大概 这个 资源什么 这个叫鑽石 运算值 这个叫鑽石运算值 就是这个 这叫鑽石运算值 可以简化什么的 泛型 极有物件的程式 所以